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着大小金川之意 前文书啊,咱们没聊别的 咱们用一期的时间啊,把这个乾隆皇帝的重臣 哎,钦差大臣,饱和殿大学士乐清,哎,给聊死了 虽然啊,还没被处斩,还没死 不过在结尾的时候,您应该已经听出来了 哎,这跟活死人无异了,就是等死而已 今天这书啊,咱们得翻回头来聊了 不是咱这书馆说书末的啊 因为这乾县呢,它不止就只有乐清一位主要人物 您像什么张广四啊,月中旗啊 还有咱们前文书提到过乾隆皇帝安插在乾县的那位密探班帝啊 这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所以说啊,咱们得挨着班的旅 既然啊,咱们选了这条线呢 咱们就得把这个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还有啊,就是这个人物的故事脉络捋清楚了 得嘞,这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书归正传 那今儿说谁呢 哎,今儿咱说呀 这个乾县的主帅川山总督张广四 要说呀,这个乾县的统帅呀 哎,反面的典型 您就得看看这张广四张军门 哎,不光这仗打的不怎么样吧 而且这人际关系混得极次 这网上说呀,和这个钦差大臣诺钦 哎,属于是啊,这面和心不和 这诺钦组织的西岭之战啊 这张广四没少从中撤走 这下呢,与这个和英众将呢 也是不和 咱们还别啊 说和他有仕仇的这个岳中旗军们 咱们就说其他的偏将副将嘛 这张广四早上起来啊 就一件事 哎,开作战会议 开作战会议啊 到了后来啊 他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办法破敌 那这个在会议上 这一着急怎么办呢 哎,他就拿出了这个五夫的真本事 什么呀 骂街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护不尚书班帝在前线呢 是属于乾隆皇帝的一个卧底 虽然呢 不参与什么军事 但是把前线的一切这个战果 以及这个个人的动向啊 全部如实的 汇报给了在京师的乾隆皇帝 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就说呀 这张广四每天早晨 给这些偏将副将 开的作战会议 哎,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可讲 无非是挨着个的骂街 至于骂的是什么呀 这臣想想都脸红 所以说在这儿啊 就不给您赘述了 从这次金川之战啊 他和月中旗矛盾的升级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这张广四 作为主将 他最不应该的呀 就是继贤度能 因为啊 作为统帅 你的部将打了胜仗之后啊 你和部将是都有功劳的 你是指挥之功啊 这部将是作战之能 这军功啊 他不挨着 所以说呀 你没必要忌妒你的部将啊 比你的本事大 他打了胜仗 是他的功 他立功的同时 也给你赚来了军功 这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吗 可是啊 这张广四军门啊 他就是想不通这一点 哎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他手底下啊 有这么一员部将 是这个乾隆亲政以后 乾隆二年通过电视的武状元 这个人呢 姓哈 叫哈潘龙 说起这哈潘龙来呀 那还不是外人 您记不记得 这张广四在凭苗疆之乱的时候 有个副手啊 名字叫做哈元生 这两位将军呢 他是一家子 都是这个河北和建府啊 哈氏 回会 这里边啊 还很有意思 这个哈潘龙啊 只比这哈元生小了二十来岁 可是愣着呀 在族里 他得管这个哈元生啊 叫一声 曾祖父 哎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和建哈氏啊 可是没少出大将 因为人家家呀 倍倍上武 并且呀 人家练了武术之后 别看是回会 走的都是汉民的仕途 对喽 参加的是武科举 所以说呀 后来才有了这个哈潘龙 在金殿县呀 哎 被钦点为武壮爷 这么当的事 这哈潘龙啊 那明显是乾隆皇帝的爱臣 武壮爷嘛 又是乾隆皇帝钦点的 于是啊 在这个1747年 也就是这个大小金川攀乱的时候啊 这哈潘龙就被派上了前线 并且呀 做了这个张广四手下的副将 石衔呢 就任这个松攀总兵 这哈军门呢 是个有本事的将军 第一次金川之战 哎 为数不多的那几次胜仗啊 有很多都是哈军们 带着大军呢 去打下来的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萨沃山 还有呢 就是这个大松林 嘎达等等 这个要塞呀 全是他带着这个兵将 攻占的这些雕寨 再后来比较难破的 什么石粮啊 双钩等堡垒啊 也都是这个哈军们拿下来的 可是这会主将张广四啊 见了这哈军门立功啊 他不但没高兴 他都害怕了 他为啥害怕呀 因为这个哈盘龙啊 真要是把仗打赢了 这皇上肯定啊 就要问罪这个主将 哎 当然了 这是张广四他自己想的 于是啊 这张广四便拿出了阴招 悄悄的把这哈班龙的军事计划呀 就通过一条秘密的渠道 透露给了敌方 哎 也就是这个大金川的吐司沙罗奔 至于他是什么渠道啊 咱们一会儿会讲到 哎 这会儿啊 咱们先按下布表 那您想想啊 那能不打败仗吗 那当然了 这大军呢 是停止不前 再也往前进攻不下去了 要不说 这张广四他是小人呢 恨人不死啊 趁这结果眼啊 他又给这个乾隆皇帝 上了一封奏折 奏折上说呀 说这个哈班龙啊 军务代谢停止不前 于是这乾隆皇帝啊 就命这个哈班龙回京述职 顺便啊 又审一审 他到底啊 是不是这种情况 结果一审呢 和这个张广四所说的 那简直就是猴吃麻花蛮领 乾隆皇帝查出实情以后 哎 倒是没说什么 安抚了一下哈班龙 让他回前线拒续效力 不过呀 在心里这个小本上啊 重重的 给张广四又画了一大 他不但啊 和自己的下属关系处不好 他和自己的上司 钦差大臣 诺钦 哎 也不怎么样 看似貌合呀 实际上 他是神理 这诺钦呢 到了前线之后 自视其才呀 哎 就瞧不起这张广四 于是就下令三军呢 令三军三日内 哎 拿下瓜尔牙 从头听咱们这部书的朋友 都知道 这瓜尔牙呀 是这个大金川啊 往西北的要塞 那可谓是天险南宫啊 并且这瓜尔牙下呀 战雕无数 哎 有无数洞的雕龙 哪那么好打呀 其实这战争刚一开始 这个张广四就带着军队 打到了瓜尔牙下 距离这瓜尔牙呀 只有二十里的山路 您记不记得 因为这件事情啊 这张广四还向朝廷暴劫 跟这个乾隆皇帝面前邀功来着 可是啊 剩下的这二十里路啊 那势必登天了 一步也没登上去 简直就可谓是寸步难行了 实际上 诺钦给这三军下单命令的时候 这张广四啊 早一点提醒他一下 这诺钦呢 也不至于落得那么难看 三天攻下官呀 就凭你们这手艺呀 三年打得下来 打不下来 还是一回事 可是张广四他没有 他真就抱着胳膊跟 在旁边看着 没滋事 在随后的西岭一战当中啊 这乐钦更是丢了人线了眼 这乐钦的士气呀 一下子算是跌到了谷底 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乾隆皇帝虽然没亲眼得见 但是啊 他早就料到了 他早啊 就嘱咐过张广四 当结成协力 精化基宜 不可因大学士在营 稍有推让之心 获存彼此之鉴 这皇上什么意思呢 他是嘱咐张广四啊 不要因为这个大学士在营里边 看似啊 他是你的上级 你就不管军中的事了 有什么事啊 你得提醒大学士 帮他筹划 有的时候啊 还得帮他决断 既然同在营中啊 就不要分你的我的 什么你的功劳 我的过错呀 哎 其实啊 这些功过 都是你们一起要承担的 可这大帅张广四啊 还有真就 哎 笼子宰猪 他没听皇上哼哼 真就看着这纳钦 一步一步的出错 他未发一谋 未出一测 并且还嘱咐自己的亲信 都要啊 袖手旁观 不要往前身尖 这张广四的临阵推诿啊 钦针大臣 乐钦 他当然看出来了 哎 他对此颇为不满 于是他就向这个皇上奏报 乐钦说呀 陈七都奏报 哎 多路啊 屯兵不进 虽然在前线啊 咱们绿营兵 加上吐司兵一块啊 可能有四万多人 但是分的路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路也没有多少人 我跟这个大帅张广四建议啊 咱们要和平一处 一呢 这军事力量一下子就强大了 再者说呀 哎 咱们还省钱了 如果要是兵分多路的话 这粮草资重 我们就要为各路分派 这样需要的民夫挑夫 就太多了 咱们国库 波西的这点打仗的钱呢 哎 就全用在这些地方了 可是这大帅张广四 他说呀 哎 不行 这是早就定好了的计划 不能变 这乐钦到了金川之后 第一仗就打了败仗啊 现在这会儿 在皇上跟钱说话 这皇上就得琢磨琢磨了 对他说的呀 哎 不能全信 可是这会儿的 月中旗的奏折呀 也来了 并且呀 给这个乐钦的奏报啊 算是凿拾了 当时啊 这个月中旗 奉了这个张广四之命 驻守党霸 哎 号称手下呀 有一万余人 其实情况啊 它是这样的 这月中旗作伙当中说了 党霸为逆球门户 迎兵名为万语 实则手营放卡 伤病以及分房粮草 堂台 实际上啊 只有七千余人 这里边啊 汉兵不满一千 臣到党霸之后啊 领着这些人呢 倒打了一些胜仗 拿下了水拳 迎卡 可是再往敌军内部深入 我臣就不敢去了 因为手里没兵啊 哎 这个拿起的据点啊 臣得派兵守着 那么前线的士族啊 就更少了 我呀 这奏请大帅张广四 跟他说呀 再申请 能不能啊 不给我三千士族 这大帅张广四回复我道啊 分派已定 无兵可拨 在前线的这些土兵啊 哎 不但胆怯啊 而且怀有二心 您看啊 在咱们这边啊 哎 他冲锋打仗的时候 比较懦弱不敢向前 可是一旦被敌军俘虏 或者他们投成了 大金川的吐司 在往回答的时候 各个勇猛 所以说呢 这吐司兵啊 咱们不能不用 但是也不能多用 这张广四作为大帅 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还 仍然是重用吐司兵 少用汉军 这是怎么回事 臣 我可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我的天哪 跟皇上说话 还敢不过 不过臣呢 还是稍稍 知道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小金川的吐司 则旺 在战争一开始啊 哎 就归顺了朝廷 帮着朝廷 攻打大金川 可是现在啊 这小金川吐司 则旺死了 真正带领小金川士兵的 是则旺的弟弟梁尔吉 这梁尔吉 从前就勾结过沙罗奔 把这个小金川的吐司 则旺啊 绑了起来 连同则旺再有小金川吐司 印信呢 就一起交给了沙罗奔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沙罗奔呢 把自己的侄女 扣 阿扣 嫁给了泽旺 可这个阿扣啊 到了这个泽旺的小金川吟债当中啊 就体现出啊 这本性来了 哎 他比较凶悍 是个汉妇 直接就把这个泽旺拿下了 泽旺很惧怕他 不但拿去了泽旺啊 他还跟这个泽旺的弟弟梁尔吉斯通 这泽旺一死啊 哎 这沙罗奔就秘密的派人通知了这阿扣 让阿扣啊 就嫁给了责旺的弟弟梁尔吉 这现在的梁尔吉啊 就是这小金川 实际意义上的掌权人 现在的梁尔吉和阿扣啊 看似是和这个朝廷一个心 攻打大金川 实际不然 他们和这个大金川吐司 沙罗奔 暗通还取 哎 一直就有勾连 这回啊 各位看官 您明白了吗 钱泽然 这哈潘龙 军事动向 大金川的沙罗奔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十有八九 就是通过这条线了解的 那么这么一来 那乐清啊 和这个岳中旗 两个人奏抱 就对上号了 可是这乾隆皇帝 也不敢真信 难道 自己派到前方的大帅 他完兵养扣不行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 就给这个岳中旗 一个含糊的回词 说呀 一所指陈述诸事啊 上述尽礼 也就是说呀 你说的事啊 合乎情理 但是啊 我还得调查 于是呢 又赶紧给这个乐清 下了一刀秘纸 让这个乐清呢 去查清此事 可是您知道啊 这乐清 他是个糊涂车子 指他能查得清楚吗 最后落实啊 还不在他的身上 至于是怎么落实的 咱们不着急 还得等到啊 杀这帮孙子的时候啊 咱们一并再聊 就在这个时候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说来呀 可就真来了 乾隆十三年的润七月 这张广四琢磨着呀 这大军不能不动啊 广是在这儿 吃朝廷的 喝朝廷的 按兵不动 是一兵不发总不行 于是啊 就在这个前线的 中卡子当中啊 他挑了一个软柿子 他准备啊 进攻康巴达 可是啊 刚一开打呀 哎 就受阻了 在这个四里一线的 右山梁上啊 只剩两座碉楼 这两座碉楼啊 就把这个大军给堵住了 正在啊 这个大军攻打碉楼的时候 呼闻的 藩贼数十人应援 我军的三千余众 齐奔回 多损伤 哎 您听明白了吗 这句话呀 是青史稿上写的 哎 丢死人咯 就是说啊 这大军呢 三千余人正打这个碉楼呢 忽然就听这个山上啊 有人来来增援这个碉楼了 哎 数了数了也就是几十人啊 可是啊 这三千汉土官兵啊 吓得是掉头就跑啊 当然了 这几十贼寇啊 倒没有伤到这三千多人 可是啊 自己踩踏死伤 哎 那就众多了 这乾隆皇帝得到责宝之后啊 那简直就是惊怒 这乾隆皇帝说 既不能以一当时 亦可治三千之众 不能敌贼藩数十人 而文生远顿 自相蹂躏 此事实出情理之外 文之书为害听 又以堆卡不密 以致逃脱 种种书屑 不知纪律何在呀 说完这些话呀 这皇上老爷子 捂着胸口 就差点窝过去 赶紧的 让内阁女子 赶紧赶紧 让张广次和乐清 这两个丢人的玩意儿 给我回来 让他们庶直啊 给我说清楚这些事情 这会儿的皇上 牙根子咬的都拔杖长了 暗暗下决心的 回来 我挨着个的 捏死你们这帮现眼的玩意儿 哎 这个败仗啊 咱们连说了两天了 咱们明天呀 咱们得说说呀 在这战场上啊 打胜仗的人了 哎 明天呀 咱们得聊聊 这月中旗 月军门了 得嘞 咱们明天见